当地时间1月17号 中国驻加拿大卢沙野大使 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 就家方无端拘捕孟晚舟 中方依法对两名家公民 采取强制措施等问题 阐述了中方的看法 对于五眼联盟国家指控华为设备 对他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卢沙野表示 这些国家从来没有拿出证据 这个上个月我看报道 这个华为的轮值董事长 他在对记者发表谈话的时候 也感到很冤枉 他说这个美国都没用过华为的设备 他怎么知道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呢 他说这个如果你美国有证据 哪怕你不愿意给华为看 你可以给有关国家和有关电信运营商看 这些证据 西方国家你们的法律文化是最讲究证据的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却不是那么注重证据呢 这就是我怀疑有关指控是别有用心的 在加拿大媒体上 有声音认为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加拿大是西方国家中对华最友好的国家 中方不应对华为事件反应过激 对此卢沙也表示 正因为中国人民把加拿大是因为我们在西方国家里面最好的朋友 我们才对发生孟晚舟事件感到受到了最大的伤害 说实话 我有很多在中国的朋友 他们感觉到 怎么讲呢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 为朋友两肋插刀 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到是被朋友背后捅刀 这种情况可不好 我希望 所以我刚才一再强调 我希望这个问题要尽快的 妥善的解决 来修复两国关系 来恢复 两国人民彼此所拥有的 友好感情 有记者提出孟晚舟案非常复杂 可能会拖延数月甚至数年 中国是否有耐心在等待该案判决期间 不采取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 对此卢沙也大使指出 孟晚舟女士的这个事情 中方从一开始就认为 她不具有这个 合理性 从加拿大方面来说 她没有违反加拿大任何的法律 即便从美国方面来讲 美国指控她违反了 所谓的制裁伊朗法案 但是这是美国自己国内的法律 美国的依据叫做长臂管辖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 这是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如果所有国家都像美国这样 用这个长臂管辖 来实现自身的目的的话 这个世界就要乱了 卢沙也还指出 家方对孟晚舟女士没有任何指控 她没有违反任何家法律 两名家公民涉嫌参与危害 中国国家安全活动 中方会严格按中国的法律和司法程序 来处理两名家公民案件 至于如果家方释放了孟女士 中方是否会释放两名家公民 她再次强调 这两个案子是没有联系的 但既然要解决相互的关切 双方只有坐下来谈 这两个案子是没有联系的